画面又下角突然伸出一只手 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一包干杯抽走 换个角度看是一名女子先假装与摊犯闲聊 再趁对方转头将东西拿在手上 没有任何遮掩就大喇喇的离开 我一包那个干杯就很大包 从这边这样子这样搭 搭到她的手 她没有这个人吗 没有 她整个口罩还有帽子都戴着 她只要有就偷啊 有机会就偷啊 一包千元干杯得手后 这名女子一秒都没有多呆 徒步穿越马路远离现场 不少小偷看到市场满满的人潮 都会趁机下手 却忽略头上的第三只眼 谈犯们时常遇到小偷 却只能无奈自行吸收 从以前到现在其实很多了 数不清了 只是要抓跟不抓而已 那人都同一个吗 不同 都不同 看东西啦 其实我们不一定会报警 因为有时候可能也没多少钱 报警又麻烦 无奈也没办法 长早小偷的市场就是高雄三民区的养民市场 9号早上8点多市场最繁忙的时候 是摊贩最容易被小偷盯上的时机 从千元干杯到铜板蔬菜统统被偷过 而且全市不同人行踪也不得而知 而市场内还有偷钱或恶搞的乱象 让摊贩营业都得提心吊胆 大家就围观嘛 因为很多的生意很好的 然后就是 那个小偷会直接偷客人的钱 因为他就跟你靠得很近啊 假装也一样在挑东西 然后就把你的钱偷走 然后就这样子没有人下 就从里面刮出来 市场什么人都有 市场内人来人往 摊贩实在太忙 很难注意到有心人士 只能加装监视器或加派人力 否则很难防止乱象再度发生 偷走干杯 恶意割破衣服 警方说其实都已经触犯 窃盗罪与毁损罪嫌 TVBS新闻 吴少龙卢品浩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